那谁付钱呢 这些画蛮贵的 而且画家们都要有一些薪水 所以谁付钱就是赞助者 comitenti 譬如说我们看这个 我们曾经看过的 三位一体的画 除了父子圣神 还有玛利亚跟若王 有两个人跪下 他们是谁 他们就是付钱的人 买这幅画的人 应该是贵族的 他们的衣服很华丽很漂亮的 红色真的是蛮贵的颜色 然后我们看这个 Perugino 耶稣把钥匙交给博多路的话 我们看到了有十二个门徒们都穿了一些比较古版的衣服 可是在这一群人我们看到一些穿的文艺服新当代的服装 那些帽子那些 而且他们没有广观 其中一个看着我们就是画家 那其他人呢 他们是应该是赞助人 那教宗 这个 朱刘 教宗朱刘二世 他是文艺服新时期非常重要的一个赞助者 譬如说他是Raffaello跟Michelangelo 给他们很多的工作 所以感谢他我们才有西西丁礼拜堂的天花板 还有Raffaello的 范蒂冈里面的很多的美丽的画作 比如说雅典学院等等 他是长得这个样子 这也是Raffaello画的一个画 然后我们看这个也是Raffaello画的 把教宗放在这幅画里面的 他是一个奇迹啊一个神父做彌撒的时候 他就怀疑那个面饼真的是耶稣吗 然后他剥饼的时候那个面饼开始滴血 然后虽然这个是 Julio Secondo更早发生过的奇迹 可是他把自己放在里面的 好像是在看这个奇迹 在他的眼前显现 那这里很可爱的 因为又是Raffaello 又要画他 他原本是什么 一个教宗 你们看他的帽子 有两个书记主教他配他 然后呢 他们是要让一个敌人 他要去攻击罗马 就阻止他们 那你们看上面有圣宝路跟圣伯德路 出现了 然后一起赶走这些害罗马的人 所以这幅画的意思是说 教宗是保护罗马的重要人物 可是你们看 他长得不一样 他不像朱六二世 老人家有胡子 他是胖胖的圆圆的 跟后面的书记主教 其实一模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那时候 朱六二世教宗死掉了 然后后面的那个书记主教 继承他当做教宗 然后说 Raffaello不要再画前任教宗 就是画我 因为我现在当教宗了 所以在这幅画里面的 有同一个人出现两次了 就是这个胖胖的书记主教 然后变成教宗 然后我们看一下其他的例子 比如说在Firenze 有一个Medici家族 他们很有钱 他们也赞助 这是Botticelli的一幅画 他们要求当圣经人物 他们就是先世 那些先世去找耶稣的 所以在这边有Cosimo的Medici 然后他的孩子们 跟他们的其他的小孩子 都在这边 包括Lorenzo il Magnifico 这边有Cosimo的 是Botticelli的一幅画